本席邀請我們部長 賀成部長還有我們 賀成部長 我們公安局的謝局長 謝局長 林委員好 部長好 林委員好 局長好 那幾位辛苦了齁 大家到 致力這一趟啊 航程就非常遠了 這個旅途一定非常辛苦 那 回來要馬上要面對那麼多的事情 局長 部長在你這次參加APEC的會議啊 我們當的主題是觀光 所以APEC相關國家的 主管觀光的部長都到了 那也達成了幾項你們討論的重點 當中我看到其中有一個 就是APEC的經濟體 大家要航空連結 包括 智慧 包括簡化通關啊 甚至免稅 免簽證啊 退稅服務啊 友善機場 保安 防控等等 這其中啊 我先跟部長 講一件事情 請說 我要質詢的這個時候啊 剛好有朋友打電話來 現在外面下大雨啊 突然間的大雨 那國道啊 已經沒有辦法進出桃園機場 現在國道要到機場的道路啊 已經淹水了 所以呢交通大亂 大打結 所有的車子呢 只要自己找路 由地方的小路 繞到旁邊的眷村啊 從機場去進出 因為我們的出境路徑啊 到機場國道有一個 地下道喔 雙向的 水淹起來啦 車輛沒有辦法通行 所以機場管理啊 其實很多問題啦 像這個沒有下大雨啊 你們不會去注意啊 沒有管理到 雨一下來呢 就檢驗到了 那除了這樣以外呢 我們今天明良局長有沒有來 好 華航的事情啊 好 謝謝主席齁 華航現在發起了大罷工 華航員工的訴求啦 我們可以看一下 坦白講喔 他們有些訴求啊 是蠻有道理的啦 在現在的華航新的總經理啊 他說要把華航啊 成為全球前十大 不要變為 雪漢航空前十大 面對抗爭啦 部長你有經驗啊 你在東華電信啊 當時你的改革也遇到大罷工 不過你在中華電信做什麼樣的改革你很清楚 跟華航現在他們搞的可不一樣 華航現在的 高層啊 董事長總經理啊 為了要美化他們的營運數字 我不曉得啦 要讓數字經營好看啦 不是啊 去苛扣員工的福利啊 或者是呢 剝削 自己的員工 最重要的是 溝通啦 你制度要改變啦 溝通不好就會出事 那如果啦 你這個改變啦 不是一個可以引起大家支持你的變革 那就是亂來啦 端午節 如果我們國家的航空公司 華航如果罷工 那能看嗎 空服員有1700位 機師啦 飛機的機師有800位 現在連維修的 華航維修的工廠的 既師既工啊 2400位 也要加入罷工 那麼這已經不是單一政策 政策改變啦 所引起的員工反彈 這個已經是很嚴重的管理問題了 如果端午節 沒有處理好 我們剛剛委員會的同仁啊 也建立你交通部啦 我們說要求啦 你要撤換華航的董事長和總經理了 部長 部長 你剛去開會啊 跟各國的 部長說要加強航空連結 美容局長有沒有去 你有去嗎 你有去APEX嗎 沒有嗎齁 你在那邊 大家在談這種航空連結的時候 台灣的華航員工呢 在大太陽底下站在街頭 站了一天啊 他們正在抗爭啦 實在是很大的諷刺啦 所以我希望部長啊 我認為啊 華航的管理階層 他的總經理啊 已經沒有能力處理這個問題了 部裡面恐怕要介入了 已經失去員工對他的信賴了 這樣的 這樣的總經理已經沒有辦法領導公司了 我們希望啊 部長 應該幫忙 華航的員工和公司之間啊 趕快把這個問題解決 好不好 好 部長你了解這個狀況嗎 我現在了解這個 目前的這個狀況應該是在管理單位要多更付出心血 實際上的癥結我再進一步跟他們一起研究 好 另外 部長齁 我記得你對所謂推動觀光齁 很有自己的看法 你也提出說 應該要加強一些 比較深度的 甚至於是地方的 結合文創文化等等 的深度旅遊 那我這邊有提幾個啊 可以讓部長來建議啦 是的 剛 我們關心說 大部分的旅客到台灣來 都在台北 大概八成到台北 那其他能夠到我們其 其餘中南部去的啊 其實是不多啦 少數啦 那我認為其中台南喔 是很有吸引力 台南有很多的觀光客 那我們 台南市的賴清德市長啊 市府團隊啊 也極力的啊 希望能讓更多的旅客來 那當中我曾經提出啦 這個民宿啦 民宿的需求 台南的民宿啊 坦白講 有很多做的品質都不錯 那也得到很多旅客啊 都讚賞啊 現在到台南來住民宿啊 是一種特別不一樣的感受 但是因為啊 我們民宿其中有幾個規定啊 包括民宿規定 你只能在非度是計畫區外才能申請民宿啊 這造成台南的舊城區啊 像安平區和中西區啊 大概有為數超過400家的民宿 這市場有需求嘛 所以那麼多的民宿那怎麼辦 沒有辦法納入管理啊 那我曾經多次來在委員會提出質詢 希望觀光局啊 要來協助地方政府 因為台南市政府呢 把這兩個區啦 安平區和中西區呢 用雙城的歷史文化的區 來提出一個申請 這個不是第一個申請案喔 鹿港就是這樣來解套的 鹿港也是用一種歷史文化城區呢 然後 讓它可以作為 申請民宿的地方 那台南市政府現在 也送出它的計畫來了 我記得公關局長好像跟我說 五月份啊 那就可以來完成相關法令的一個修訂了 我不曉得現在進度如何了 各位報告這個指定觀光地區的畫設啊 這個 上次因為審查委員還有一些意見啊 那要我們把這個計畫再報上來 那目前這個台南市政府還沒有報上來 那最近台南市觀光局的區域 鹿港都已經可以合無申請了 我想台南市的安平啊 像中西區啦 那個都是台灣文化的起源地啦 以及古蹟最多的地方 也是觀光局最多的地方 那你們應該要協助地方政府來解決困難 最近我已經約了這個 協助台南市政府能夠把那麼多的 幾百家的民宿趕快納入管理嘛 是是是 我們來協助 現在齁 我在跟部長提一件事情 請說 說那個深度旅遊齁 其實原來有個計畫我本來覺得不錯了 就是呢 我們台鐵齁齁 台鐵今天也在齁 台鐵跟日本的 一些鐵路公司齁 我們組一個鐵道聯盟 我不曉得 部長知不知道 我不清楚 你不清楚齁 因為啊 這台灣跟日本有一些歷史文化的淵源啊 都有 都有過去留下來的這種老鐵路了 那有很多鐵道迷 所以我們台灣呢有一些像內灣線 吉吉線 還有我們東北角 還有平溪 深澳線 都跟日本的幾家鐵路公司齁 我們來互相做鐵道聯盟 也就是呢 我幫你宣傳 你幫我宣傳 可以買那個一日 一日游的票 齁 那麼 其中啦 這個績效如何啦 我可以給 部長做個參考啦 日本呢 有一個鐵道齁 日本有一個鐵道聯盟 跟我們的 台灣來做互相連結 結果呢 三年了 過去三年 我們台灣遊客啊 有一萬四千多個人 換票齁 在台灣買票齁 到日本這條線去了 然後日本呢 有多少人過來你知道嗎 我講的是平溪深澳線 日本人只來了八百多個 我們台灣有一萬四千個去齁 日本才來八百多個 這是平溪深澳線齁 那另外一條吉吉線啊 吉吉線一年了 去年啊 日本客來多少 只賣了八張 只有八個日本客來 然後另外我們台灣一條也很有特色的鐵道齁 內灣 內灣線齁 從去年九月到現在啊 我們一張票都沒賣出去啊 沒有半個日本客啊 因為鐵道聯盟而來 我覺得這個就是 台鐵可以改進的地方啦 用不用心的地方啦 日本人 日本跟我們結合的鐵道聯盟 他們都很用力的宣傳 所以你看我們台灣 台灣客要去日本都知道喔 都知道要買幾條鐵道線啊 有優待 有哪些東西可以看 那我們台灣 我不曉得台鐵有沒有重視這個東西啦 周董事長你知不知道嗎 你知道有這樣的鐵道聯盟嗎 謝謝委員 對這兩年是我親自跟這些會社長啊 談出來的 那我也覺得 要不錯啊 談出來 為什麼沒有成果呢 不是我們 我們官網局幫很多忙 那那個 其實是這樣子有一個 那是只有換票的紀錄啦 我們一張票八十塊 他們一張票兩千塊 所以我們的票 他們一張兩千塊 沒有差 可以賣給一萬四千個台灣客耶 不是 他們有來啦 所以我們希望能夠推 不是 那個統計是票的統計 我們是希望說 我們希望能夠做這個 買票就是一個檢證嘛 不是不是 就是看有沒有觀光客過來 要觀光護照 你不要跟我前編這個啦 我只希望說齁 像如果這樣有不錯的idea啦 要實際的去推嘛 要做得下去嘛 好不好 是 我是覺得說 欸 台鐵 台鐵要觀光局 推這種 跟日本的那種 來互換做鐵道聯盟 這個點子不錯啊 那為什麼沒有觀光客來 沒有日本客來呢 那為什麼我們台灣客知道要去呢 那 表示日本人做事比我們用心嗎 優惠比較多 一張票 兩千塊優惠比較多 不是我說 因為枯放的方式 會比較吸引人 那他可以吸引人 我們為什麼不會做吸引人的事情 我想一定有一些 連結性的加值行銷啦 這個我們應該來改進 是不是好不好 吹同觀光一起來啦 好 謝謝部長齁 謝謝聯盟局長齁 謝謝主席 好 幾件事情 请在做